王翠玲,二目鼓, 安徽人,因为雪黑印章的面画, 自成为一派的时候被称为伊山派, 伊山是安徽的地方, 以前郎先生的称呼是伊山, 他的印章面貌又自己作了一家的面目出来, 他早期在南昌和黑章找食, 曾经在当年的影响堡做过, 但没多久就走了, 另外他和他有位兄弟, 另外一间影响堡, 就好像是他哥哥开的, 他就拍着在那里, 为什么第一间做不上呢? 第一间的人, 人进来的多, 拍照的少, 每个人都找他黑章, 谈藝在那里, 变了不多对路, 当然又会咬着, 他离开了, 再在自己的兄弟那里, 然后就发单, 进来的客人就要问, 你去拍照吧, 或者是黑章, 黑章就在那边, 拍照就在那边, 做了很多年, 初期他都是绑巡漢的印, 或者依照其他当时流行的名家, 印的风格, 自己去做章, 但未到他自己的真正面目, 直到后期看到, 有朋友送了一本, 吴杨诗的印, 然后从那时开始, 慢慢开始领略到很多很多的东西, 从那时, 从一个纯粹是忌的功夫的时候, 去到第二个追求, 慢慢之后, 就完成了后期, 他的印章连起来,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过程, 我们见他印章很多时候, 用那些金文或者古文字入印, 这件事就叫多得吴戴晴, 这位大学文家, 也对他提点了很多, 所以, 当然他遇到那些高人, 遇到那些有息之士, 他自己帮他的时候, 当然他自己的艾同技, 提升了很多, 那我们就, 要不要再讲一讲他, 看他第一方的朱文印, 我们见王牧虎的印, 就是朱文和白文, 很多时候出现一种很硬正的情况, 线条非常硬正, 也是曲线和直线的互相运用, 非常度假, 所以他们看他的印章的时候, 要多点留意, 曲线和直线, 或者曲线和直线, 或者成直角的线, 怎么做出来, 但他有时整个印章都是直线曲线构成, 但中间, 或者间中的北线曲线, 突然间出现, 整个印章的予构很有趣味, 所以要慢慢欣赏。 第一方的朱文印, 我们同时都说过, 他的印章的边缆, 是没有什么崩烂的, 这就是他一半的主张, 回复印章本来面貌, 印章本来做出来就是应该这样, 后期因为时间关系, 或者什么种种原因, 所以变了有崩烂的情况出现, 当然这种情况, 会有一个估设的感觉的人, 不需要太多黑意, 就被人打到崩烂的, 所以就黑不张, 做到一年, 干结, 整结, 不行, 不会理会, 当然, 我们知道有些黑不张, 扔到地下, 也有的, 不崩, 弄得崩, 那些是故意的, 有, 扔到难, 都觉得对, 就印出来, 这些人工的确立尾, 就不是天然的确立尾, 不是天工, 而是人工, 第一方的主张人, 是一个销唇, 你看看, 销唇, 是吧? 很厉害, 粗粗的在哪里? 我们先看到曲线和阵线 中间的一个圆端,绍子那边有一点亮的曲线 绍子那边下面的部位留在一个白位,它又没有拿到阶 一方的灵印,我们先拿来看看 一方白文印 一方逆时针的灰文印 黄铁,丙铁,黄铁,景欣 这个景就不是警报的景欣,等于这个景欣,再加上心 更加景,黄铁,景欣 我们看到白文印,线条也同样很有趣 然后拿线条,我们要很小心看,看得到 以前讲的印章也有讲过这个问题 直线很多时不一定直接下来,我们讲过这个 有点阶段,有点阶段,有点阶段,我们要小心看,看得到 这个阶段,可以看到的,它有点阶段,这些答案 有点阶段,我们能看到面上阶段,可以看到的 現在我們先看一看 這是草花頭 這個不是草花頭 變得不正確 功績是重擊的 這兩個角 不要寫草花頭 現在不要寫草花頭 現在要寫這個肯定被人說錯 那是呀 小心